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發現最近都有人在敲碗某款遊戲 啊這… 就說你們是故意還是不小心的 看到各種預約廣告 慢慢的遊戲信都溢出來了 必玩的好嗎 空之島 失落王國 這邊先禮後兵啊 廠商其實在今年3月的時候 就有來信詢問是否接還意願 但我沒有接 扣除遊戲類型以外 當然還有各種一眼就能看到底的考量 不過我在當下還是有給面子 沒有第一時間跳出來噴它 畢竟商業道德 咱們還是得遵守一二 但當你開始預約 以及丟各種的驗知商量廣告以後 那就跟上PC的單機器作品一樣 由不得你了 這邊也感謝FB網友的提醒 又是各種不相干素材的魔鬼剪輯 就說你跟義亨是什麼關係吧 遊戲開發上是中國的迅牛遊戲網路 能從他們的官網找到這款遊戲的其中一個名稱 不過這網站最後的更新也是2016年的 所以大概率也是別人的替身吧 台灣的代理是模塊遊戲 公司的相關科普請參考右上角影片 那這邊得提一下另外一間遊戲營運商 絕妙遊戲 一直有關注我這系列的 肯定也不陌生了 它實際就是中國那間 專搞換皮的三機戶魚 在台灣的發展並不差 畢竟還有台灣Google頂級高材生認證 最好玩的多人遊戲 絕世先王在那頂著 廣告商說同意 誰又能反對 而之前也講過 這些廠商的野心不斷向韓國發展 畢竟靠藝人網紅帶貨的買量行銷 是不分國際的 這也是他們擅長且唯一能做的事情 指望他們能產出好遊戲 不如去抽個樂透 賭個頭獎自己做來的實際 但能撇除嘲諷廠商以外 理性的商業角度檢視 他們也沒有做錯什麼 都是盡可能的割韭菜讓公司盈利 然後賺下一筆錢 所以常常也會炫耀自己的產品多賺錢 即便營收大多不是用來提升遊戲品質 畢竟好的遊戲不一定能賺錢 但能賺錢遊戲就是款好產品 無論品質如何 這也是大部分換皮廠商的核心思想 靠短期爆發一波的變現收割力 是大多數的沉默用戶認同 也願意買單支持 而食物跟答辯 一個因一個果 廠商選擇讓用戶免去消化過程直達成果 這樣本真效提高收益 誰又能不愛呢 這還不該謝謝廠商的善意嗎 就拿最近上架的 LUNA永恆月之果來說 它就是去年收費封測的月之果度 之前評測的時候我也說過 它一開始就跟LUNA無關 就是款主打Q版MAO並且高仿風之國度的產物 另外這款是由林鄉代言 不管本身是不是偽物 這真香一下去 有菜們是一個也別想跑 而當年那些廠商在風之國度 複製分裂最後的結果 就是在2020年上架的 雲尚成之歌 相關歷史脈絡在之前的 賽爾之光已經提過 感興趣的再去回顧吧 而雲尚成之歌也透過在台韓驗證了 他的吸睛能力 But 仇恨內鬥的終點總是殘酷的 總會有人的錢包撐不下去被迫離場 為了不讓他們感到寂寞 換皮層到當然是必須的必了 於是就有本次的重生之作 並透過三接戶魚的海外好夥伴 You Joy Games代理 於韓國三月份上架 但表現顯然並不如預期 上個月僅剩1400萬出頭了 拼體已經掉到100名開外 完全沒有爸爸三接戶魚旗下那兩款能打 甚至連那款火爆韓國的遊戲都不如 但沒事 台灣永遠是最好的垃圾回收地 只要藝人業配開光加持一下 什麼答辯都有發光發熱的可能 那故事也差不多連起來了 看一下當年魚上層之歌的概念畫面 再回頭看一下這次的預約畫面 有沒有一種即時感呢 雖然在包裝文字上的抽換 以及內容上有些許的不同 但味道人是不變的 而該款遊戲我找到的中國版本 還預計在近期停服了 不確定是不是只有這個平台 畢竟中國遊戲管道很亂 但很顯然這款遊戲並不賣座 居然沒有大量的管服 有點出乎我的想像 遊戲依舊是熟悉的Q版畫面 這真的是沒什麼進步啊 只能說能在2023年 玩到這種N年前的遊戲風格 給他們處置的用戶都有責任 而實際上去翻這串故事的過程 也比這遊戲來的有意思多了 在這種買量換賠遊戲中 尋找玩法本身就是一種奢侈且荒謬的行為 難怪會請來神玉玲 這波也是強強聯手了 至於其他宣證的內容 是根本不存在的 我也不知道這XXX跟什麼失落王國 古老遺跡有什麼關聯 是要讓玩家在你這個古老遊戲上 感受什麼考古情懷嗎 那多的我就不介紹了 想深入了解的話 就去找別人的開箱吧 結論 韭菜不出方圓 換皮不離其中 這種低劣的產品是永遠不可能消亡的 這也是我一直不斷闡述的概念 都是廠商與用戶間的雙向奔赴結果 而廠商又能透過廣告業配 帶動那些接案頻道的流量 對他們經營跟營收而言 肯定是有不小的益處 但這本身也是個毒藥 把握不住就有可能被吞食 但我不代表他人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 我個人不吃 只是因為挑食 也不具有任何人指責他人的立場 即便有人選擇吃揍口飯 也不代表他是個壞人 就是各自對頻道經營的理念不同罷了 但千萬記得 偏偏觀眾無所謂 千萬別把自己野騙了 最後給各位一點快樂報導吧 第一個是 希望M於4月27號發布官府公告 這有在看我發布文章的觀眾應該早知道了 當時我評測的時候就說 重感問題非常的多 雖然曾開啟了兩天的內撤 沒錯就是兩天 但實際上很多玩家第一天幾乎無法登陸 即第二天也差不多是那個屌樣 玩起來體驗非常的差 內撤時間短 而後來公測的BUG也一大堆 這給我的感覺就像是 開發團隊希望做個壓力測試 但這時候 公司就會有著英明神武 但完全不懂行的主管 Maybe是什麼業界的行銷大佬之類的 非常有自信的做出決策 不需要 這樣才能顯得自己的不凡啊 最有可能在會議上被爐灶不行 所以點頭同意給了幾天 結果就是迎來一大堆跳臉的問題 但時間都公布了 尊嚴也不可能拉下 不然怎麼跟老闆交代呢 所以最終還是暗時發佈來虐待玩家 不過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如有雷同 絕對純屬巧合 反正一堆遊戲封設前後沒變的 也不是投一回了 只要確保課金收款的功能沒問題就行了 不過顯然 遊戲在台灣這一年來的零收 並不夠塞亞縫 於是這個月的11日 正式開啟國際服 繼續給玩家們帶來絕希望的震撼 把當時上架狀況重新示範一遍 真的是厲害了你的韓國 希望一年之後你還健在 這時候就能體現換皮遊戲的強大之處了 同款底子下的改造 實在是很難出什麼大毛病啊 就算真的有什麼 大概也沒辦法修了 光是那個程式碼 可能就縫補到工程師看不懂了 再來就是韓國新款的熱門MLO手遊 Night Cross 於上個月的27號正式上架了 目前戰略本週的韓國第一名 開發超市韓國的WeMad 就是我常提到的傳奇系列的主師爺 也引領後來中國一刀999 不服來扛我的風潮至今 而依照我對那些廣告商的理解 這款大概率也會被當作投放素材使用 各位可以把這畫面先記住了 未來看到的話 千萬不要被騙去了 而我有看到幾篇韓國的新聞說 目前這款的營收是上看1000億韓元 但實際還是等下個月再來見真章吧 遊戲是基於虛幻無藝型打造 能助於提升整體的畫質與光效表現 但實際上跟我印象的含有差異並不大 依舊為自動掛機以及超武器做起的模式 玩法上的突破人不多 主要還是看你有沒有扣空 畢竟這種種客模式的MLO才是韓國的主流市場 預計半年後應該就會來台吧 那最後講一下 未來我可能會開這種類似的單元 將各種雜事收集起來 然後跟各位閒聊 紓解一些除了看答辯垃圾以外的內容 不過也只是可能而已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